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宫廷密室,我是热心 在苏塞克斯公爵夫妇哈利梅根离开英国 是那一年后,哈利在美国找到了一份新工作 一家美国初创公司的CEO 在刚刚上任后,哈利就通过这一家名为BetterUp的公司 推广了一款生活APP 并且效果显著 然而,据王室内部人员透露 伊丽莎巴尔是女王正密切地监视着哈利夫妇的一举一动 因为她现在非常担心这对夫妇的所作所为 会对王室品牌造成损害 会让女王产生这种担忧的原因有两个 第一是哈利夫妇在接受布朗文弗瑞的采访时 已经当了全世界的面和英国而是撕破了脸 这代表她们不会再被任何有关王室的协议 也不会在乎有关王室的一切 这对于女王和整个王室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第二则是因为这对夫妇虽然和王室撕破了脸 但人们发现她们依旧在使用着她们的王室头衔 比如在BetterUp的官方网站上 哈利的简介上清楚地写着 哈利王子苏塞克斯公爵 而其他在私营企业担任职务的普通王室成员 都未曾这样做过 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 女王从未对哈利梅格如此紧张 因为在哈利离开王室前 还曾面对面地向她承诺 称自己在离开后 绝不会做任何令她感到为难的事 而在哈利夫妇接受奥普拉采访前 这位王子还再次通过电话 向女王重申了这句话 可是女王的欣慰甚至没有持续过一周的时间 这样警醒的女王再也无法对这对夫妇放松警惕 英国皇家编辑罗素·麦尔斯暗示 当哈利王子及时使用王室头衔 间接利用皇家品牌 为自己和自己的家庭创造利益的同时 她必须确保女王和王室 不会发现她的工作违反了 哈利夫妇退出王室时签订的协议 因为在女王和所有人意识 到哈利的价值观已经不存在 应该维护女王和君主之后 王室可能不会再对他们手忍 有王室专家认为 如果哈利夫妇是在利用他们的采访 向所有人传递他们和王室已经毫无关系的信息 以确保他们未来的工作 不会再因为不遵守退出协议而引发争议 那他们必须小心了 因为女王如今虽然没有追究他们的不敬 也没有对他们的指控进行任何反驳 但这只是为了确保事情不会闹得更大 而所有王室成员几乎都在拼命克制他们的怒火 如果他们发现哈利梅根真的在采访播出后放飞自我 一边利用皇家品牌作为公共依仗 一边肆意妄为 那等待他们的将是违反协议后最有力的反击 到那时女王会让他们知道什么叫王室的荣誉不容侵犯 很多人可能好奇 女王和王室该怎样反击 忧言不尽的哈利梅根 因为现在的局势似乎是女王对这对夫妇束手无策 但事实上女王真的想要对两人进行追责简直不要太轻松 但是我哈利梅根发起了一系列指控 只要女王拿出其中一项的证据证明 两人的说法不正确 那这对夫妇面临的将是污蔑国家元首或未来国王的严重罪名 接下来是菲利普亲王和查尔西一样扎 女王生孩子难产三天三夜 她独自潇洒 在1936年因为伯父只爱江山不爱美人 伊丽莎白的父亲乔治登基成为大英帝国的国王 伊丽莎白则顺利成长地成为王储 这一年她只有十岁而已 从此以后 乔治对于伊丽莎白开启了储君模式的教育 她接受到的理念 凡事都要首先考虑王室 王室的利益 王室的怜面 超越个人的一切 在还是小女孩的时候 她便知晓自己首先是王储 之后才是一个叫做伊丽莎白的小女孩 她和自己的妹妹儿子都不同 伊丽莎白几位克制 几乎从不任性 她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为王室服务 是第一位 看看你能给王室带来什么 也是因为她有不省心的妹妹 照顾儿子 甚至连孙子哈里也不放过年迈的女王 就是要搞事 所以关于女王和菲利普之间 缠绵匪测的爱情故事 就真的只是故事 这段婚姻只有政治联姻 没有什么所谓的爱情 还有菲利普为了女王舍弃希腊王位一说 这就很离谱 首先 菲利普是逃嫩来的英国 她两岁的时候呢 就被放在了果篮子里 偷偷地运出希腊 逃奔母亲的娘家 是英国海军救下的他们一家子 只因她母亲拥有维多利亚女王的血脉 一直以来呢 都是依靠舅舅生活 虽然顶着王子头衔 其实却很落魄 而且希腊现在是共和制 王室早在菲利普时期 就已经日落秋山 连君主制都没了 还哪里来的王位给她继承 菲利普在英国海军服役的时候呢 她的希腊国籍就很受限制 如果想要更好的发展 就势必要加入英籍 国籍问题也和女王无关 就算她不是王夫 也还是会为了事业放弃希腊国籍 面对风头正进菲利普亲王 和查尔斯一样渣 女王生孩子难产三天三夜 她独自潇洒 大英帝国 菲利普就是徒有血脉 没有任何实际权利的落难王子 所以和女王林医的大好机会 摆在面前 她有任何可能不同意吗 是成为英国的亲王 还是继续落魄下去 谁都知道怎么选择 这个软饭怎样都要吃呀 而且两个人结婚的时候 也是多方考量 有很强烈的目的性 1947年的女王大婚 此时的英国面临战争之后的严重创伤 整个英国没有生机 失业率居高不下 经济环境很不好 此时女王的婚礼给大家带来了希望 不单单是心理的慰藉 还有拉动经济的效果 菲利普年轻的时候特别的英俊帅气 身高1.9米 怎么看都是入赘改良基因的 他和女王在一起之前 就是一个风流公子 情人很多 甚至有报道他最大的私生子 年龄超过查尔斯 这些问题难道女王不知道吗 那也太小看当时英国的情报机构了 女王如果想了解菲利普 那么他每天吃什么 说过什么话都会被传进白金汉宫 所以在女王生产的时候 菲利普出去鬼混 他根本没有我们想象的这么在意 当时女王的身边拥有最好的医务团队 用的也是最先进的医学技术 不过菲利普这种做法 确实和他的儿子查尔斯一样炸 不愧是父子俩 无论是联姻还是政治婚姻 孩子都是你的 怎么可以做到如此冷漠 就像这件事情和自己毫无相关 菲利普能够有现在的生活 都是仰照女王和英国 不然就凭他自己 怎么可能过上如此尊贵的生活 他情人多的简直可以用卡车来拉 丝毫不遮掩 但是女王还是要给他收拾 妥当懒摊子 毕竟王室的脸面问题高于界 女王也不可能和菲利普闹离婚 或者传出任何婚变类的新闻 不然对于英国 还有英联邦国家 打击都是极大的 英王室几乎每一代 都有令女王疼疼的成人 还好有机智 且富有极强使命感的女王 不然估计王室早就夸台了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